我们在开着二手面包车缓中国西部自驾 在穿越过秦岭后 我们成功地从北方来到了南方 现在已经到达了陕西汉中 我们走到前面 现在是汉江的一个河地路 但限高2.2米 不知道我们的车能过去吗 我准备下去看一下 妈妈妈 刮 走 可以 成功地过了这个线高 2米2 看样子以后2米2里才可以过 继续行驶 我们已经进入了汉中市区 我们今天一不小心错过了开馆时间 后面就是古汉台 古汉台现在作为汉中市的博物馆 是这样一个存在 所以说全公所有的博物馆周一都是不开馆的 我们今天恰好是周一 所以说是没办法了 古汉台曾经是刘邦在汉中的一个行宫 又因为汉中是我们汉文化的一个发源地 所以说古汉台和我们汉文化也是紧迈相连的 就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汉中市的汉台区 汉台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来自于这个古汉台 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典故吧 对我们呢现在先去吃个饭 然后具体的再了解一下汉中市 古汉台位于汉中市中心 为楚汉相征时期驻建 刘邦驻汉中发迹而定顶 故将国号定为汉 他驻过的高台就被后人称为古汉台 我们来吃面皮了 一个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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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样的夹磨 对 夹磨 夹磨完全强 我们现在没有 咦 再看好 看好 再看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想吃夹磨 谢谢 没有夹磨 简直 很难呀 这家可以用 咱现在有夹磨吗 咱现在有夹磨吗 我们每次都夹磨 没弄磨 突然感觉也是习惯反而不太一样 因为在西安我们一般吃个凉皮 或者米线这一类的东西 我们都喜欢旧一个夹磨 不旧夹磨感觉好像就 少点东西 对 总觉得少点东西 我们再找一找吧 对 我们是对生活有态度的人 所以我们买了夹磨 然后再去吃那家凉皮 我们要开始吃饭了 凉皮 夹磨 花生姜 鸡蛋 封肠 好吃 不上火 一个人是凉的 一个人是热的 而且都配有夹磨以及鸡蛋 腻还是走 还是腻 而且我们还配了这个花生姜稀饭 会很好喝 特别爱吃热米瓶 而我只喜欢吃凉米瓶 汉中是镶嵌在秦巴之间 汉水之源的一颗璀璨明珠 自古就有汉家发祥地 中华聚宝盆之美称 汉中历史悠久 人类考古可追溯到120万年前 自秦社汉中郡 至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 刘邦在此称王 开启汉式基业 汉江 汉朝 汉中 汉人 汉语 汉府与汉文化一脉相称 被誉为全球汉人老家 汉中生态秀美 气候温和 素有西北小江南和金欧玉盆之美称 而这里也被公认为地球上统一纬度 生态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 我们现在来到了汉中市的汉江边上 对 感觉走在这个汉江边上 真的是非常舒服 其实汉中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北夷秦岭 南平巴山 中间是汉江穿城而过 所以说它的气候是非常舒服的 汉中大家听到这个字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想到 它这个名字是因为汉水而得名的 汉水又是长江的第一大支流 所以说汉中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独特 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汉中这里感受一下 这种悠闲自在的这种感觉 走在汉中的江滨公园这块 感觉真的是很舒服 很悠闲 大家都在这散着步 感觉困难 养老的感觉 其实即使是这样悠闲 汉中也是作为陕南地区的第一大城市 这样一个存在 就觉得它是一个繁华与悠闲并存的一个城市 对 来给大家表演一下 我是如何涂过去的 老了 不行了 快速发展的城市 与悠闲自在的生活并不冲突 来汉中感受这座城市 来享受它带给你的自在与舒心 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 快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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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车